大家好,我是Dan Odoor米尼锦代表的解职案 将在5月31号召开的Odoor临时股东大会上决定 5月10号Odoor宣布 今天的董事会 包括所有成员和监察人员的参与项 决定于5月31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将按照海埔的要求进行 关于海埔提出的议案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但普遍推测 米尼锦代表的解职案将是核心一体 不过 米尼锦代表的解职问题 将取决于米尼锦向法院提出的 禁止表决权行使的临时处分申请的结果 该临时处分旨在 阻止还不在临时股东大会上 对解职案行使表决权 米尼锦方表示 提出临时处分的原因是 为了保护Odoor旗下艺人NujiS 以及Odoor的企业价值 临时处分的听证 将于17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 如果法院没有许可临时处分的话 米尼锦离开是可撂想斗的事情 我只是好奇 米尼锦会不会提起诉讼跟着离开 米尼锦和米尼锦甚至父母们 情感上的联系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牢固 米尼锦是无法离开的 他们委员军会有多少呢 只是希望米尼锦能安全离别 从事态的发展来看 米尼锦和米尼锦一起离开似乎是对的 感觉海埔不会好好照顾他们 说什么诉讼 米尼锦应该要留在海埔 如果他们提起诉讼 毁了青春该怎么办呢 大家觉得米尼锦离开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5月9号 Stash娱乐官方声明 最近在一个论坛 有人发布了一则 威胁伤害 埃布抢网友人身安全的天文 甚至还明确指出了 犯罪的日期案事件 这则天文已被报警 目前警方正在对发文者进行调查 Stash表示 我们已经要求警方迅速调查 并请求保护一人的人身安全 一旦确定身份 将采取法律措施 为了保护所属一人的安全 我们正在加强专业保安人员 并重新检查一人的移动路线 公司大楼和住所的安全措施 神经病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 和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 他根本没做过任何犯罪 唯一的争议 就是些荒谬的草莓争议 这种不像话的事 他一直在努力工作 对粉丝们也很好 即使在疯狂的日程中 也从不显露出困难 始终努力工作 还被各种疯子们骚扰 我真的不是粉丝 但也感到愤怒 这世界变得太奇怪了 抱着讨厌别人的心情生活 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最终这些负面情绪 还是会回到自己 或自己喜欢的人身上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消耗自己的情绪 去恨别人 如果真的不喜欢 就别关心了 或者在心里投骂一句也行 那些孩子们的最终目标 是吃牢饭吗 Stashi娱乐 上次连那个黑粉 Tidal Suyongsa都抓到了 在韩国论团发布 这些的威胁饭桶 应该马上也会被逮捕的 因为自己嫉妒不高兴 就想尽办法在背后搞小动作 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人 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不要以为这次没事 下次也会没事 上次对我说过 公司要把我们培养成同邦心里一样 啊对 因为那个时候同邦心里哥哥们是最棒的 那时候我们的感觉是 这像话吗 公司说会这样培养我们 那时我们也觉得很无语 把我们 然后那时 Tidal Suyongsa也加入了 我们 公司说要把我们做成像同邦心里那样 把我们 Tidal Suyongsa进来后 我们 Tidal Suyongsa的第一印象 Tidal 这个朋友看来唱功很厉害 Chang Jensen 不知道是什么 但看来他非常擅长某些事 Stop 第一次见到Tesong时 完全没有答案 GD 这到底想做什么 Tidal Suyongsa的第一印象 2 2 3 5 5 6 5 6 7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